這波美中貿易戰到底臺灣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經濟部發布了八月份的外銷訂單 你可以看到高達四百五十四點九億美元 是創下了歷年的同月新高 年增百分之十三點六 主要原因是因為遠距商機需求不減 而且華為禁令催生了拉火效應 讓半導體高階製程需求持續暢旺 加上又進入了消費電子旺季 因此新品備貨潮也隨之增溫 而且看一看目前臺灣外銷訂單最多的 其實還是銷往美國佔了將近三成 其次才是中國跟香港加起來百分之二十六點四 因此近年來連臺灣餐飲業都興起了一股赴美涉店潮 像是臺灣第一家連鎖炸機速食店 兩年前曾經結合了美國珍奶業者進軍美國市場 只是一開始銷售口碑一直不見明顯的起色 沒有想到他們做了一件事 自從把人氣產品上下兩端的牙籤給拿掉之後 夜期反而開始翻紅大幅成長 明以食為天中國大陸有14億人口 只要是做吃的誰都想要進軍當地市場 根據統計1978年中共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 當時大陸餐飲業的產業收入是54.8億人民幣 2006年整體規模突破兆元 到了2018年總金額已經高達4.27萬億 約莫台幣19兆元 比起1978年增長將近780倍 面對這麼龐大的需求 台灣許多餐飲企業紛紛投入競爭行列 像八方雲集2004年開始進入香港 全盛時期香港加中國就有超過186家分店 但榮景不在 碰上大環境改變 中國生意難做 八方雲集今年公開表示 將持續對中國市場做出停損機制 另外規劃進軍美國市場 其實不只中式連鎖大王調整方向 頂呱呱 台灣第一家連鎖炸機速食企業 2018年就鎖定美國商機 啟動海外展店的腳步 海外的市場 我們很多都是跟當地的合作夥伴 去做一個合作的方式 初期有一些磨合之後 後面目前在美國市場中國市場都要走得還蠻順的 回顧頂呱呱創業進程 1966年將近50年前 第一代從公務員轉行投身養機事業 初期因為競爭少生意好做 沒想到才短短五六年 養機成為當時熱門行業 供過於求利潤直線下降 正巧當時美國開始流行吃炸機 於是企業決定改變經營策略 直接從供貨端跨入消費端 在台北西門町開設台灣第一家 連鎖扎機速食店 花了將近20年時間成立第30家分店 再經過20年 分店總數來到70家 整體拓展腳步並不算快 但會選在這個時機朝海外拓點 關鍵全在第三代加入經營團隊 轉型勢在必行 市副總進來企業裡面之後 也對於整個品牌的轉型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加速的動能 那當然這其中包含了代理 包含了展電到國外這些 好 那我們現在來承諾 如果落實轉型 品牌年輕化是首要任務 企業採取的第一步 是調整員工年齡層 希望靠不一樣的工作環境 讓年輕族群願意加入老字號公司 年齡層差異確實會帶來 不同的思考方向 像現在流行的機器點餐 老字號台式速食也抓緊趨勢 人臉辨識功能 還模擬出傳統點餐過程時的 溫馨互動 讓新科技有了溫度 他可以記錄消費者這次點餐 他的內容 這張臉他點了什麼餐點 那到他下一次來點餐的時候 他有辦法會告訴你 他會提醒你說 跳出的選單說 你上次點了什麼餐點 你是不是這次還是要點一樣餐點 他會有點像是 你去找餐店找餐廳 你問問你說是不是老樣子 是不是跟之前一樣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他是比較friendly 有溫度的一個 自動點餐機的一個設定這樣子 實體消費加入親切感 在網路交易部分 行銷團隊認為 點餐紀錄也能成為全民大挑戰 加入競爭概念刺激消費 那上面也有一些排行榜 是可以累積說 今天所有有下載這個APP的 顶外APP的人誰買瓜瓜包最多 誰買雞腿最多 他會做一些遊戲性的去比較 讓大家覺得 我是全台灣吃瓜瓜包 吃最多的人 然後可能會得到一些 特殊的獎勵 大膽轉變調整策略 不只在台灣市場 這兩根看起來很不起眼的牙籤 在進居美國市場時 讓美國分店看得是膽戰心驚 因為瓜瓜包在油炸後 牙籤會和食物融為一體 台灣消費者早已熟知怎麼使用 但要是美國消費者 一不小心濕進嘴裡 接下來絕對是麻煩不斷 其他也不是一種轉變 而是我要怎麼樣符合現在的消費者 他想要他需要的東西 其實我們那時候進軍美國的時候 我們美國的合作夥伴 非常擔心牙籤插到消費者 其實對我們來說 台灣人其實都很習慣 這樣的一個隱私習慣 當然我們那時候也雙邊 有做一些的溝通跟討論 當然最後我們也是尊重 當地的合作夥伴 所以我們最後有做一些改良 是讓瓜瓜包可以不擁有牙籤的存在 那在台灣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這樣的一個呈現形式 對台灣來說是非常有記憶度 也非常的清楚跟熟悉的 所以我們目前台灣 也沒有做一個改變 找出飲食習慣差異 確實調整 才能讓食品在異地受歡迎 2018年美國設立第一家分店後 將近兩年時間 全美也才實加分店 中間是有機會加快腳步 但餐飲業就是拼味道 如果台灣素食不能融入美國味 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 懂得接地氣 不怕吞去傳統包袱 發揮台商特有的靈活作戰風格 本土在地位 一樣可以立足台灣放眼世界